那男生呢 這個戲裡面為什麼受歡迎 我覺得跟男主角穿著 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 因為這個男主角 第一個他已經長得帥了 是啊 然後再穿上女生最愛的西裝 那怎麼受得了 真的 我們做過調查 就是說女生對男生的遐想裡面 跟男性不一樣 男性都喜歡女生穿著性感 露一點 露啊 可是女生喜歡男生 有非常多的比例是西裝控 真的 我老婆也是 我也是 試鏡完回來穿著西裝 我還說老公你先不要脫 我就這樣坐著 然後就是跟他在家裡吃飯 吃完飯才叫還准我脫掉 所以呢我 因為現在電視界前面應該也有 另一半 就男生在看我們的節目 所以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想要跟另一半 好好照一個漂亮的照片 你穿西裝就對了 對方會比較想跟你合照 男主角基本上他穿的 就是非常的正裝 因為我們講現在西裝 因為經過了很多的變革 所以有像葉民這種 就是比較over size 他整個落肩是落到 肩膀的線條之外 可是在這裡面呢 因為所謂的症狀 就是最formal style 最傳統的剪裁 那最常一種剪裁 我們會看到就是這種 雙排扣 雙排扣是給人家非常 非常英倫的感覺 但是雙排扣不好穿 對 他非常講究體格 對 如果你體格不好的話 雙排扣 因為它本身是呈現 比較boxy的剪裁 所以容易變寬變大 所以太胖的人不適合穿 不能原身 要扁身那種 要扁身的人 對 像韓聚的這種 他們又高 又瘦 肩膀又寬 腿又細 那另外提醒大家 因為很多男生看到西裝的扣子 就是把它全扣 全扣不見得是正確的 我們都講就是說 像雙排扣的話 大概最下面的扣子 一般的狀況下 又不扣 又扣中間的 要不然你的輪廓線 可能會變形 那當然有人會說 我看到英國的皇家 他們王子什麼都是全扣 那是真的非常 那是因為他要出來敬禮 對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男生比較容易駕馭的 就是條紋西裝 因為條紋的線條 它本身第一個 可以修飾我們的身形 讓我們身形稍微再顯瘦一點 那第二個好處是 它看起來不會那麼的嚴肅 它會稍微 有一點點休閒感在裡面 所以也有一些男生 會把條紋西裝 有時候假日的時候 裡面配那個T恤 也會有這樣的穿法 那我建議男生 如果要比較好入門 你就選擇 深藍色的 對 深藍色的 不要是黑色的 深藍色的條紋西裝 會比較好駕馭 然後再來就是 最正式的 是所謂的 它是單排扣 但是三件式 好好看 很多人聽不懂 什麼叫三件式 其實非常簡單 襯衫 西裝背心 再加上外套 它就是三件式的概念 那三件式也一樣 我們在看西裝 以男生的症狀來講 它會有三顆扣的 也會有兩顆扣的 也會有一顆扣的 越多顆扣越正式 越少顆扣越休閒 另外要記得 也是扣的問題 回家告訴另一半 不要扣錯 如果三顆扣 基本上中間 如果要扣的話 中間這一顆叫做 就是永遠要扣 記得 最上面這一顆 可扣 可不扣 它叫做 那下面那一顆呢 永遠不扣 絕對不要扣 另外就是 如果冬天或比較冷的時候 穿大衣 現在韓國流行的 都是落肩型的大衣 不是那種傳統的 就是合身型的大衣 因為它會看起來 再休閒一點點 然後再有氣場一點點 很帥 所以男生 像我今天穿的這個 其實是十年前的三本藥絲 可是為什麼現在還能穿 因為 身材保養得很好 對 瘦了 不要為了要鋪這個梗 以前 就是瘦很多 不是 不是這個問題 才花姐妳誤會了 因為前幾天沒吃 我要講的是說 好的西裝料子 它其實是可以放非常持久 而且它的版型可以延續 很久都不會退流行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經典 只是說 跟大家講 如果它是比較大的鈴片 你裡面的襯衫 就要配比較大的鈴 也要配比較寬的這個 鈴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韓劇裡面 它們都是流行比較正統的 就是大型的鈴子 然後配上比較寬的鈴帶 大家還記得 剛剛Julie老師講的 Y2K的時代不是這樣流行 Y2K的時代都是 窄鈴 小鈴帶 窄的這個片 所以現代的方式 跟以前不一樣 大家可以透過西裝 去學到很好的正裝知識 嗯 嗯 嗯